所以一旦我们在因地成就内圣圆明之后 那一下我们当然就超越解脱了 所以十方圆明获二书圣 获二书圣是前面我们讲嘛 入流往索 那是修行的功夫 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达到新性的圆明 到了获二书圣的时候 我们讲因地已经成就 果上就要起大用了 因地的时候透过耳根 一个声音过来 我们都是反文文字性 不被声音给左右 这样子练到一个如如不动 心性圆满的时候 自己成就了 接着就要果上起大用 这就是要寻生就普了 后面谈的就是起大用 所以从来没有跟各位讲 一直强调内圣 就是让你忽略掉外王的功夫 我是跟各位前写去提到 内圣外王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你只有内圣是不够的 你只有外王 那就更变成了无头的苍蝇了 那是哪两种殊胜呢 当你证悟之后 你就恍然理解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具的原名的本性 跟气势间里面 所存在的有情众生 所具足的真如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在一个先知先觉 所以他误了 那另外的凡夫地是不知不觉 还处在你的状态里面 所以这个叫做丧活 我们谈十方诸佛 各位前写 那是跨越所有的银河系哦 就像三千多年前 释迦牟尼佛 来到我们这个地球村 在印度的那个国家 开业的五圣法 带领了很多的有情众生 成就的佛道 那现在在这个世间里面 看似他没有存在 他去哪里 他去其他的星球 继续度化众生 孔子武教圣人 所有发大愿人都是如此的 并不是只有天上人间这样来回 他还有其他的银河系的众生 他要去讲广度的 只是以目前我们的 所具备的科学的能力 我们没有办法查知 其他的星球 是不是有类似的生物的存在 目前的能力不能够察觉 但是不表示它不存在 所以我们将来的成就越大 你担负的责任是越多的 因为你不仅仅是来这个人世间 度众而已 你还有其他的 阿处佛国啊 南方嘛 对不对 去那个佛国也要去什么 去度众都要 所以这是开悟 每一个人与佛如来同意 佛佛道同啊 十方如来 修行的方法或许有所不同 但是到最后果地上的成就 都是一模一样 那都是原民的自信 只有一个 所以那叫同意 此理 不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佛佛同体 人世间的众生也同佛诸体 只是没有开悟而已 这是第一个 然后下何十方一切 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这一句话就是讲到 唯摩绝经里面 很多大弟子奉释迦牟尼佛旨义 要去探唯摩居士的身体 生病了要去探病 没有人敢去探病 为什么 因为去看他的病的时候 有没有 不能只有做单纯的访客 唯摩绝居士 他还会出考题的 他去到那边 达不出来 请讲我帮闹谱 被他问了 一问三不知有庙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 因为每一个人 在过去修行的时候 都被唯摩绝军 是赫赐过 我们读唯摩绝军的时候 十大弟子传里面 地之品就读到这一段了 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人就问了 菩萨也会生病吗 阿罗汉就已经不受病苦了 为什么 病痛是伴随着色身而有的 既然后了我执 怎么会有病痛呢 是不是 阿罗汉没有病痛 高阿罗汉一级的菩萨 也应该是无恙吗 那为什么唯摩绝居士 还会视线生病呢 他是不动佛国来的 静明居士 所以他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这样 他说众生有病 菩萨亦有病 同体大悲 看到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他里面也有悲心 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 你也要有这个同理心 你看到人家在痛苦的时候 你不能不痛不痒 四个字 就看乎乎乎就没问题了 说实在话 我对这个四个字有妙 听多了蛮感冒 很多东西真的是对静 恋心的时候 你遇到那个静界的一个折磨 一个历练 才知道那个静 它之所以难以突破 不是我不想突破 而是我六万多年的人心的一个纠葛 我之的一个强烈 它让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像后学刚刚有提 一开始提到 后学回国家三天的一个锻炼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修为的时候 我一定凑着一张脸去 凑着一张脸回来 那就没有昨天的 跟先生在交谈的过程 他就很高兴 他很会安慰人 你也不简单 我是他儿子 你叫我三点多两点多起来有妙 我也做不到 看来修道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好了 愿为众生做马牛嘛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做马做牛 后学的公伯 真是世间少见的好的老人啊 可是这么好的老人有没有 我们人心在起的时候 我们都还有那么多的恶毒的一个批评 所以人不要有他心疼 要不然有没有 你听到人家对我们的拼疲 那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 所以心性不够圆满 去追求那些神通没有意义的 所以因为众生有病 菩萨感同身受 他才会闻身旧谱啊 才会不断的出涅槃流入生死海 我们凡夫是跳出六道轮回 想要享受那种涅槃之乐 是不是 这是我们目前的目的嘛 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看一看也好 去了以后一发觉 哎呀那个地方怎么搞的 那些诸佛菩萨怎么又跑到人世间了 有没有 你会被他熏悉你又过来了 所以没有证悟之前 要往涅槃的方向走 证悟以后你会出涅槃来人世间去度众的 那个叫寻生救护 所以你要入涅槃你要修道 对不对 你要出涅槃流入生死海 你就是半道 所以证悟之后才能够起大用啊 所以观音菩萨在阴地修行 反昂我们自信 果地的成就就是寻生救护 是这两种殊胜啊 也知道众生皆具如来得性 因为谜所不能沾血 所以要在谜的时候 来不断地施以力气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开悟 让他们能够挤脱 所以早期后学刚进道场的时候 对于道太过于坚持 对于这个超生了死有妙 总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忽略掉 每一个时节因缘不一样 那缘学习就有快慢之别 如果强其 强要求他去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很容易要嘛助长 因为有那种急切的心的时候 就很容易在对应别人的过程里面 忽略了别人心里面想要什么东西 只急于把自己想给你的东西丢给你 却忘记我丢给你这个东西 你到底能不能够提得起来 每一个人丢丢十公斤十公斤 那有的人只能握十两了 你给他十公斤刚好压死 那有的人他可能是五十公斤啊 你给他十公斤 你就错失了成就他的机会 可是当我们过于急切的 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那也是一个我值啊 我们就忽略了别人的需求 你不知道别人的需求 你怎么去因财失教 所以过去后觉在这个地方上也不远了 是这些年慢慢体悟出来 才知道有没有 我们讲 这个三月杜鹃嘛 对不对 然后九月的菊花 一般跟在土各自等失来 总是撒下地了 到了他的时节因缘 他就会开花结果 在没有开花结果之前 好好顾持他就好 所以我那天早上四月出发 看到那些舅舅阿姨 这么热心浮浮的有没有 提了那么多东西过来 我不是看到东西就眼开啊 我那时候心里想 我绝对不能用那些大道理 让他们吓到 这些人都是我将来发财的一个什么 一个本钱啊 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太多 这一生不要跟他们留下 不好的一个因缘 下辈子再相遇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不是就有机会去成就他们吗 因为总是阿赖也是 有一个好的种子 我是抱着这个心态 所以那天我在煮饭的时候 我隔壁的小舅妈来抽茶 中午的时间 十二点有没有过来抽茶 看我怎么煮饭 因为他知道我吃素 他们煮了很多的鸡汤啊 鱼汤啊大堆过来排骨汤啊 他看我怎么处理 有没有弄给我果果吃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有很大的挣扎 我后来心里想 我不可以用我自己的想法 去毁弃了别人的善心 他们都是好意 虽然那个好意是隐含着负面的一个作用 可是老人家如果不排剧 我不能够去替他选择饮食的 那我就选择有没有 选择把他们煮好去蒸一蒸 那问题又来 刚好那天啊 动了一个扇面 我公公我婆婆是不吃肉 虽然他们吃的很少 少到已经为乎其为的 可以不吃了 可是亲戚不断的送过来 婆婆希望每一个人的好意都不要推卷 所以白几天就丢 白几天就丢 我把他的肉给他撕 一面在撕那个肉的时候 我说猪啊猪啊 你真的不要怨食的这么凄惨 过去生如果不要做坏事 就没有这么悲凉的下场 那你也算是有值得了 为什么 因为你滋养了人家的色身肉体 那一般众生总是不了解嘛 才让你这么惨死 那也希望你将来有没有 放下这种怨恨的心有没有 将来有机会做人 然后就好好修吧 就再也不要入到这么一个愚痴的境界 就这样念两句话 所以就撕了一小盘的肉 摆在那里 我撕了多少就丢到水沟里 有点他们根本不吃 结果他过来看满意满意 我炒了两盘青菜 就那么一小盘的肉撕在那里 他说我是过来看啊 看你玉莓煮饭了没有 我说舅妈要不要一起吃啊 其实心里面 其实那天的心情真的很好 我心里想不能够有任何不满的心 还来给我抽茶 对不对 佛样很高兴 为什么因为人家很关心我们 而且我舅妈对我们家真的很好 很关心我们 她关心她的姐姐 那是剃道 是不是 我的剃道行得没有人家好 所以我不要厌烦 我要表现得很好 那将来我要接引她的时候 她才不会拒绝我伸出的手 在很多地方就埋下自己未来的一个种子 于是在那个念头之下就忽略她眼前的行为 让你讨厌了 实际上没有让我们讨厌 后来你知道吃饭会住在旁边 我小舅也住旁边 或许跟公婆 那公婆我公公就拿筷子弄那个 弄那个汤对不对 汤是排骨汤啊 那结果我舅妈 你的筷子不可以碰到这个青菜 这个青菜是玉莓要吃的 她就说你不能碰你不能碰你另外再换一双筷子 她会指导他们 我就跟她讲 舅妈不需要 她不行你是吃素的啊 她换一双筷子要 我说没关系 就让她用这一双筷子吃就好了 我不要夹错方向就可以了 重点在于我的筷子 不要夹到她的汤就好了 她夹过来有那么严重吗 你心里不要去想那么多就好 老人家七顿饭还要附两副筷子 那还要两个汤匙 汤匙是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那一锅汤嘛 我没有汤让她弄嘛 是不是 我说无所谓 我说真的没关系 我说没关系 你还真的很方便 我说当然很方便 你这样子人家就不会认为 你吃素有很大的一个尴尬 不会觉得很难去相处 不会 这就是后续要遇到的一个 去考验的一个难关 我在这个时候是起什么念头 假如今天有个道歉来问我 她有必要这样子碰到 昏心的去给她的老人家 我会给她什么答案 我问我自己 我说我一定给她一个答案 那是你的长辈 不可以因为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你就强要求你的长辈改变 那每一个人都在对这个长辈行效 你不可能要求别人用你的方式去行效 这样子是太过于武断了 那既然我会给别人这种答案 我为什么自己做起来就不够潇洒 是不是 你心甘心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你们 再想一想自己有没有 走起路来就比较轻松了 就没有那么多的 好像死结在心里面打着就没了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同理心 人会怕死很正常 我虽然一直跟各位前言讲要事实如归 可是我也不断的告诉我自己 事情来了我做得到吗 因为要叮咛你们 所以我也要叮咛自己 可是我们共同的方向就是 你难行要去行嘛 要不然你怎么去超越呢 永远就对这个射体有没有 就给绑在那个地方 所以同一杯养 有这样感觉到众生的苦 才乐于为众生做马牛 所以世尊 这也是观音菩萨一段的对白 有我供养观音如来 这是古观音如来 所以蒙笔如来 受我如幻 已经讲过 没有悟之前 迷 所以才有修行的方法 那如果悟了呢 道本不用修嘛 是不是 所以才用幻字 所以文勋文修 反文文字性 在一切时中念念照性 不被外境所干扰 这个叫文勋文修 所以由这样的一个修行 而振入到金刚三昧 金刚三昧 金刚就是我们的真如 所以自信里面的 自信定 那个就叫做金刚三昧 如果这样来解的话 它就是纳且定的意思 叫做佛定 所以如佛如来 同慈利固 因为这样子 振入到自己的 圆明自信以后 你就当下了 跟每一尊佛有没有 同具备了 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你慈悲心就能够起大用 所以生成三十二印 这三十二印 其实就是法华经 浦门品里面所讲的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也 是不是 所以入诸国土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南沿浮体 一个地求春 十方世界里面 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净土 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有待我们去救度的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这三十二印是哪些的 那谈到三十二印之前 现在要跟各位姐姐解释这个供养 供养两个字 因为这也跟我们的修行有关系 那这一段话也解释出了 我们在讲解金刚经的时候 金刚经里面有那么一段话 在不断的分里面在重复 他不是讲吗 你用横河沙的七宝去供养 诸佛十方三世 无量无边佛 你都不如能够受持金钟四句记 不但自己信受奉行 还能为他人说 听过这一段话 在金刚经里面 好几份都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那其实这个经文 就跟供养两个字有关系 他也跟早期我们在道场上 有一些前辈的跟各位前贤讲 你来参班听道理 是有功德 可以减两百个小过 听过这个话吗 那这个话在经书里面 释迦牟尼佛也说过 但是你能不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 我来参班听课的时候 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 意思说我不断的听课 我就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功德啊 你有功德才能够消 这个所谓的 这个消冤解灭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每一堂课都累积这么多 我们听了这么多 不是早就应该升经如业了吗 所以这边就谈到了 是供养跟法供养 过去我们总以为谈到法供养 就是我们今天讲师讲课的人 跟人家讲道理的人才叫法供养 实际上不对的 听课的人也可以叫做法供养 可是怎么样的听 才能够得到这种功德 怎么样的讲 才能够具足这种功德 你讲的方式错了 你听的方法错了 那这些功德有没有 你都得不到 有参班的福报啊 得不到无量的功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供养 要特别跟各位前前解释 供养就是 亲近 侍奉 尊敬的意思 那供养分为 是供养跟理供养 是供养就是我们讲的 无畏师 财师 法师 这个叫做是供养 在事项上 我去承担这些责任 即便我去供养佛 也是供养佛神 佛陀在的时候供养佛神 佛神不在了 佛陀不在了 你在上面佛车上摆东西有没有 那也叫做供养佛神 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尊敬的意思嘛 那个叫做是供养 事项上的东西 它是陪我们的福报的 你要有福报 你修到才有资粮嘛 要不然就罗汉脱光波啊 你看我们这般的福报多大 老是有包子在供应 我准备下次下课我要开 开这个包子班 我要卖包子 下次跟我订包子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 我们连续好几次的班旗 有我们德辉兄 跟我们做这个所谓的 这个超级的供养 又有我们这个美珠姐 替她母亲跟大家节约 这个都是各位前仙 你不要小看这些的口福啊 这个都是福报啊 一个东西能够进来 让你觉得滋味很甘美 解决了你身体的饥饿 这个都是福报 所以要赔福啊 常常要做这些事情 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 常常买东西 但是你要买 我是不会反对的 和学医师说 其实你参与无味师厨房 帮人家煮饭 或者是打扫 都叫做事供养 各位姐姐 你扫地搬桌子擦椅子 你再泡茶水间 开水倒进去 对不对 这些都叫做事供养 这个都在赔福 那佛陀告诉我们 你拆班不但能赔福 你还能赔会 会是什么 福是福德 会是功德 于是你参班要具足十六种功德 听课的有十六种功德 怎么听 我已经讲过 反文文字性 用道理听过来 检点自己的身口意 你就具足十六种功德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那你销的每一次参班 就不只有销两百个小过 数目是远远超过这样子 那你讲课人要怎么讲 不是讲的天花乱坠 而是你在讲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对号入座 我准备人要讲给人家听的 我自己从来不去管我自己 对不对 那你得的也不过就是事项上 真正的功德你得不到 因为没有透过讲课 用真理去洗涤你自己 没有透过听道理 用真理去净化自己 你无名没有灭 功德从何显了 所以参一个班 你可以得到事供养 也可以得到理供养 福跟会议都可以具足的 只要你懂得这个方法 那每一次的参班 都是帮助你 步步迈向成佛之路 为什么 因为在阴地修行 就是在累积福跟会 这两种资料 达到圆满极致的时候 就是成佛了 你现在就是在不断的 累积自己的资料 所以事供养我们都做到了 我开车接送道清 我打电话鼓励人家 哎呀明天要上课去听道理 对不对 有事情要做了 我多找一些人来帮忙 分工合作 那个都在事供养 都是陪福 不要小看那一个小小的动作 所以物以善小而不为样 其实小善就会成什么 大功德 可是理共养方面 一般人就比较欠缺 所谓的理共养 就是金刚经里面一再讲 一事俱进 信授讽词 为他人说 你自己要能做到 上天降到的目的在哪里 天下念 源自已道 天下人溺在哪里 是溺在你 没有刚常伦理 在刚常的伦理当中 做不好 失掉了为人的本分 所以上天降到 希望先觉觉后觉 后觉觉 那个不知不觉的 这样子的 所谓的棒棒相传 有没有 他就是一个 道的心火的传承 那你要去传第一个 你自己要依教起修 自立立他 畅活本怀 注意自己这四个字 畅活本怀呀 所以活来人世间 是为了开众生之见 使入佛之中之见 重要的目的 是唤醒每一个人的良心本性 就像上天降到 不是你求到而已啊 不是你办到而已 你要修啊 你因地不能修得好 你果地怎么起大用呢 观世音菩萨的过程 不也是如此吗 孔夫子的大学 不是也讲嘛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清 在清明嘛 也不离内圣 也不离外王嘛 老子的道德经 不是也说嘛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你自己修得好以后 才能够从家 从乡 成国 乃及于天下 也再是把德的发挥到最高点 就是治国平天下 每一个人都沐浴在 道德的观念里面 现在人真的很欠道德啊 所以富不辞啊 只不孝啊 手足之间反目成仇啊 然后些微的小事 跟自己的利益产生冲突 就去闹啊 制造那么多的社会的成本 带动那么多的人 我之间的对立 那个是造大恶啊 可是年轻的一代 很多人不理解 鸡飞成事啊 就像我自己 昨天在跟我先生聊天 放你起来不会生气吗 所以说 其实最后 我转化出来一个观念 老人家的作息 才是正确的 早睡早起 符合生理的运作嘛 是我们已经不正确了 像个猫头鹰一样 晚上不睡觉 白天起不来 所以我们现在人病痛 多就多在这里啊 然后不断的假扣 但是作息不改过来 天又哪有默可奈何 所以今天刚好是有机会 让你的生活 导向一个正轨而已啊 所以我用我的心去判断 他的生活作息不好 那是鸡飞成事啊 把错的当成真理再运作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多方面去思考 所以唱佛本怀 你要称题起大用 先要把自己的本体 先完全开显出来 这个叫做李贡阳 所以你参班听课 可以聚足士贡阳 可以聚足李贡阳 这两种合起来 叫做法贡阳 那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所以世尊 若诸菩萨入三魔地 尽修无肉 无肉就是无为法的意思 他现在就谈三十二印哦 因你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你这个人的志向有多大 你的修行的火候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他就视线跟你同一个水平的人 来方便接于我们成就 所以你对小学生 就不要讲大学之道 赞明德 你就跟他讲 因缘果报就好了 把他吓得有妙 不敢去做坏事 你就达到了因果教育了 以后他成长的过程 他会自己盖 万丈高楼 因果教育是什么 是学佛的入门 它是很重要的 现在就是因为 世间的人不畏因果 所以敢有未来 你看前两天又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不孝子有没有 跟母亲在争财产 然后对那个八十的老母 又开始拳打脚气 为一个励志 有这么严重吗 是不是 一个人为了励志 他尚且无故于亲情 你跟这种人交朋友 你不觉得 那两把刀是插在你自己的身上吗 什么时候他会烦咬你一口都不知道 于是你才明白 为什么过去的时候 我们讲遥遥传顺 大学如书里面有记载 他是从你附近的亲朋好友开始问的 这个人怎样的 当你旁边的五人关心都说 那这人无效啊 那这个人十之八九 真正是无效 得不到人家的认同嘛 所以当有菩萨已经修行到 圣解献缘的时候 也就是圣解就是已经进灯堂入室了 已经开悟了 我就献佛身 他已经开悟了 要由菩萨再往上提升到唯一佛圣了 或许从六度波罗命要进入到唯一佛圣 你的层次要比他高 才能够帮他往上去提升嘛 于是观音菩萨就献佛身而为说法 令其解脱 所以你看观音菩萨在古观音的教导之下 他只有成就菩萨吗 没有 他成就佛 只有你成就佛之后 才能够扮演比较低下的角色 对不对 所以他只要有需要 他也可以实现佛身 因为他具备这样的一个修为啊 那若诸有学 有学啊 在我们一般来讲 嗜果 小果的嗜果里面 虚头汗 阿那汗 以及司头汗 都叫做有学 到了阿罗汉 叫做无学 可是 如果站在唯一佛圣的境界 成佛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只要没有成佛之前 我们都要有学 你都要不断的学嘛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文艺上面 被困住了 看到有学就一定是 三果 不是 所以极尽妙明 圣妙 什么 这个圆就是代表圆满 火候到位了 这是什么 独绝 二圣的 二圣有分为独绝 还有圆绝 独绝就是 没有佛注释的时候 或者说 没有佛法流传的时候 他自己靠着过去生的修行 修为做基础 然后俯观大自然的一切变化的时候 他开悟了 那个叫做独绝 他正出的位置就是辟之佛 高于所谓的阿罗汉 那另外一个也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所谓的辟之佛 那是透过佛陀在世的时候 听闻十二因缘法 然后依着十二因缘法 去着手修行 所以逆行成圣 所成就的叫做圆绝 他差异在这里 但正出的位置都是 是一样的 所以极静妙 各位先生 你看 不论怎么看 都是告诉你 心地要污染 极静不是耳朵听不到声音 眼睛看不到东西 而是心不要污染 不要看到急 看到静 就想说 最好做一个 没蜘蛛的人 没蜡的人 没有眼睛 没有耳朵 有没有 听不到 看不到 心里面那个像热锅上的 蚂蚁多急躁 所以是境界前 心不动 六根入六成 不起六事 不起分别对待 所以这个是境界 又低一点 是独绝 他就未献独绝声 未缩法令其解脱 那这个献独绝声 可能就讲十二因缘法 可能就透过大自然的 一个变化 去帮助他去开悟的 这是三十二意 一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所以各位先生 你看 我们有前嫌认为 四事法 是你在因地修行 才要用的 你到成佛的时候 你不用四事法 什么叫四事法 这个四色法 四色法就是 爱与律行 还有 父思爱与律行 同事 我们先看 这两段经文 各位前嫌 古观音菩萨 古观音佛 引领观世音菩萨 成道以后 他在行三十二意 的过程里面 不就是四事法吗 同事啊 现跟你一样的啊 然后才能够 方便你的成就啊 那过程里面 那过程里面 不是温言爱语吗 对不对 那不都是爱语 那不就是故事吗 所以你怎么可以 把四色法 只定位为在修行的过程 才用呢 你修行的时候 用的还不圆满 因为你碰到佛 菩萨你就讲不出道理了 是不是 是你成佛以后 才能够把四色法 发挥到极尽的一个状态 达到圆满了嘛 所以我们都被某一些的文艺 给局限到了 那个道理就会被扭曲掉 你在拥地修行所具足的火候 是在果地上 刚好要去起大用 你所用的 过去人是怎么成就我们 我们去成就你们别人 也不离开这些方法 所以才讲经佛如古佛 再来嘛 佛佛道同啊 道同的时候 引导的方法或有不同 但是八九不离十都是这些 所以将来尼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开言什么 四圣地十二因缘六度波罗蜜 讲苦功无常 还是释迦牟尼佛那一套 释迦牟尼佛那一套 是从阿赖 然跟佛来的 不离开这些 因为这些就是众生在去除自己无名里面 最好的一个工具啊 所以若诸有学 断十二缘 这是谈缘觉 你透过十二因缘 各位请看 无名缘形 行缘事 因为一个对于真理 没有正之见 见解的错误 我们有了错误的行为 一切的行为就会注入到我们的阿赖 也是成为一个转世的种子 迫使我们在这一生的身体 生命结束后 又去找另外一期的生命的开始 那个叫入胎以后叫做明射 那个胞胎啊 六根不俱全 它有感觉 但是那个感觉不能够明显的 让你去感受到 所以不要以为 它是一个受精卵 我去堕胎就没有关系啊 那是透过现在的科学仪器 还看不到 这个受精卵里面 它灵性所具足的一切功能 它并没有消失掉 所以你把那个受精卵 那个胚胎有没有 你把它用 我听说是用条跟挖上 对不起后学没有做过就不清楚 你把它弄得肢体破碎 它如果是要来报恩的 你反而让它争以这么一个痛苦 那叫恩将仇报 下次再来就找你报仇 我要来报恩 你竟然还这样子 给我这样痛苦有没有 他就不报恩 他就来报仇了 那如果是来报仇的有没有 你欠我的没有还我 你还敢给我再加上一刀有没有 仇上加仇 雪上加霜 下一辈子再来 他不把你整死 他不放手 冤亲在主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现代的性观念太开放了 那个男生女生搞不清楚 那个医生也搞不清楚 哎呀还没有危险啊 四个月几千几个月都可以拿掉 所以你要行医救人 有的时候你没有一个佛学基础 有没有 那些杀业你都当不还不完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变成五拙恶事呢 因为剑左没有正之剑 所以行为就恶劣 残害众生的生命 最后他就要反批了 所以名色在胎里面叫做名色 还长得很不完全的六根 出胎以后叫做六路 六路就是六根的意思 因为六根可以把外面的一切的沉浸 揽入为新 也叫做六路 然后有了六根接触外面的环境 接触了当下就会有瘦啊 跟层相对就会有什么 有四心起来 你瘦了 李纳在心 有瘦后就有自己的想法 喜欢啊 喜欢就去拿 讨厌啊就是恨 我没有打出来 恨就是舍 然后有了这种爱恨的一个取舍的行为 有了以后 你就有下一辈子的生老师 又开始下一个轮回了 所以你顺着这样来 众生再没有研究佛理 就顺着这个步骤来 那个叫流转 那今天我们走修行的路了 我们知道顺着这个步骤来 有没有 死了就去投胎 最后有没有 生生死死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就从知道 造成六道轮回的根源 我们凡夫不能不受 在金刚明经里面谈 菩萨不受 到阿罗汉就不受了 六根对六成 不入色身相会触法 那就不受了 不受才能够破 我们讲破这个响音嘛 第六四嘛 对不对 阿罗汉就不受了 可是我们还在凡夫地 境界来的时候 我不能不受 不受就是我心里面 有了这么一个想念出来 有这么一个心念的起伏了 那心念的起伏怎么样 起来以后 你不要顺着这心念 马上去做 不要用这个有字 不要去什么 因为受 有了想就去 有下面的动作 在这个动作 要发放出去之前 你退一步的想一想 能做吗 能说吗 这个叫做玄癌罗马 把外境收过来没有关系 可是外境带来 刺激起心动念的 也没有关系 不要顺着你的心念 马上去做 这才是我们一般 所谓的 透过十二因缘法 环面门 从这个地方去入手 所以有人说 从受这边入手 凡夫做不到 阿罗汉才从不受入手 所以从爱取勇 所以你没有记得 我们古德 或者我们老人家 常讲一句话吗 叫做顺形成鬼 逆形成圣 刚好跟十二因缘法一样 你顺着这个步骤来 我要这样就知道 我教他 你不要这样 我想这样做 你又能怎样呢 对不对 你顺到后面就成鬼 连人的资格都丧失了 那逆形就成圣 想做 有这个冲动 想做 但是不能做 不敢做 那种压抑自己 自私自利的心态 各位前前 你不觉得很痛苦吗 会改习性 化点性 他确实有一段 那种挣扎的 一个关卡 所以才讲 佛魔交战 你可以让佛魔交战 但是你要让魔存在心里的时间 要越来越短 要让佛有没有 佛心展现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强 最后就无所谓的交战 为什么 我根本就不瘦了 我六根队六成 看到听到又怎样呢 我不瘦 不瘦就如如不斗 不斗有没有 就没有后面行为的造作 没有行为的造作 不中三界转世的因 我怎么会有六道轮回呢 所以这个叫环面门 那叫逆行成圣 所以谈圣性 就是元段 透过十二因缘法的 所谓的环面门 我逆行过去了 不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了 所以有没有 圣性真如就现前了 快要成就了 所以观音菩萨 就于这种人前面 现缘觉神 我打错了 这个缘应该是因缘的缘 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再把十二因缘法 详细跟他再讲说一次 接着我们来看 七十五页的经文 上面谈的是什么 若诸有学 得四地空 四地空就是阿罗汉 这段是对阿罗汉的成就 透过四圣地苦极灭道以后 修道入灭 入灭就是 透过四圣地的道理去修行 然后证入到涅槃的真理 那个叫做入灭 那圣性现前 真如就现前了 我余比前现身文身而未说法 这个都叫做同事 这个都叫做利行 这些都是四色法里面的 其中的一两个方法 所以若诸众生 欲心迷目 不犯欲成 欲生清净 假如有人 众生 欲界的众生 那这些的众生 我们在欲界里面 有饮食 有睡眠 也有盈欲 欲界众生就是这样 这个盈欲 睡眠 饮食 盈欲 是欲界的特色 到了色界的时候 有没有 他就没有所谓的 饮食 他没有这些东西 他用禅定 来得到一个饱足感 他的盈欲 跟我们现在人世间 要男女的结合不一样 他越往上 有没有 可能两个人对目一笑 他就能够得到满足了 这是境界越高 所以食欲 盈欲 睡眠就越来越少 那天听到我公公 在连睡觉以前讲一句话 他说 睡觉要睡足 七个小时 生理才会健康 我就想 他就是奉行这个规念 睡八点加七个小时 有没有 你就知道 他要那么早起来 他通常又不睡 满七个小时 他要睡足七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呢 是我们的睡眠时间 太超过 睡得太多了 就越睡越糊涂了 所以老人家也不简单 但是你不要坐那种老人家 晚上不睡觉 然后白天坐着就睡觉 对不对 一坐就睡 那就很糟糕了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善慢 那是二十种的水烦恼里面的无名的一种 心态散乱了 所以只要一枚四有没有 两个眼睛就沉沉入宿了 这个是提醒各位情形 学到的过程 有太多的不良的行性要去去掉 所以在欲见的众生 如果他对于这种欲望有没有 他比较淡薄 可是他的善根又不够强 他并不想要超生鸟死 他只想 哎呀 我这个在欲界里面不是很好 我如果到梵天 从欲界升到梵天 梵天就是色界的意思 境界去提高了 欲界的一个快乐不能满足我了 所以我想要再高一点 想更高的一个快乐 若心一目不犯欲成 对于人世界欲界的这些欲望 他没有贪求了 他要升到欲界 升到色界的时候 那观世音菩萨就献什么 梵王身 梵王身就是色界里面的千神 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若诸众生欲为天主 我也不要升到这个梵天 也不想做阿罗汉 我只想做四天王天 刀立天的天主 欲界有六天 每一天都有他的天主 想要去那个地方去做什么 做国王 也可以 他就什么 献第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他既然献第四身 第四身是刀立天的 所以可见有没有 他就还不在色界之上 应该在欲界的刀立天跟33天之内 所以他才会献 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所谓的玉皇大帝 我们现在拜百宫 上帝宫啊 你说我们现在在拜 他拜上帝宫 我问他什么叫做上帝宫 我怎么知道 每一个庙前面都一个上帝宫啊 我说那上帝宫就是玉皇大帝 不是吗 不是 他们讲的不是 他们是把庙里面前面都有 那个是玉皇大帝的 那个跟九北极玄天上帝的是不一样 他们都称那个为雄队宫 我说雄队宫是两种 雄队宫你刚刚讲的北极玄天上帝 是不是 我们一般讲雄队宫 他有人绑前面那个乡 我说你的雄队宫到底是什么 他就是庙前的那个 那个是玉皇大帝的 天宫 还有称什么 称雄队宫 我说那个叫做什么 玉皇大帝的乡 还有些人天天在拜 都分不清楚 那个跟那个有什么的差异性 拜到后面有没有 后面要去说 如果要请人来给我们丢 我们都不知道 说那是什么人 来啊你也没认识 所以你看走修行多好 最起码让我们去明辨 所以就献第四声说法 若诸众生 欲生自在 这是指玉界天的 游行十方 在小间做人就辛苦 我如果想要做有没有 将来到各个地方去游历 这个欲生自在 游行十方 我于比前 献自在天生 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福报 你想要得到 什么样的一个福报 那你就必须具备 那样的一个层次的修为 观世音菩萨 就会献那个身 来指点你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啊 所以若诸众生 欲生自在 非行虚空 也不做天主 也不游行十方 就喜欢飞来飞去 反正不用加汽油 那就尽量飞啊 在人言经后面会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习性比性化得多的时候 那在刚开始学到的过程里面 确实会有生清无厌的一个感觉 那在梦境里面都会呈现这些东西 所以在经文的后半部会说了 所以这个欲生自在 观世音菩萨就现在大势在天城 这是色界的顶天 色界的顶天 色界是有十八天 最高天叫做摩西首罗天王 他是人世间福报 最圣的人就能够转生到天里面 当这一天的天主 或者当这一天的天人 欲见色界无色界 越往上面 他的福报是越大 修为是越高 欲见三天以上 到第四天都帅头天 知足天 各位前显 他就不是只有行外往 只有士供养而已 他要坚行李供养 也就是你必须要有内圣 那个内圣就是你的功夫 禅定的功夫 如如不动的功夫啊 其实行性禀性去化掉 你对外境自然而然就如如不动了 然后若驻仲天 爱同鬼神 救护国土 喜欢像现在人世间的将军一样 宝江为土有庙 你有什么的愿 他就可以啊 我于比前现天大将军胜 天大将军胜是四天王天的天主 他们的下面各有一个天大将军 每一个天大将军都率领五百郡属 来什么 来安顿 是东西南北四大天的 我们讲南是南沿福提嘛 西是西什么 西牛鹤州 东是东盛神州 他是这样子来保护的 是用这些大将军 类似于我们人间的 这个所谓的军人 宝国为土一样 有人发这种愿 这个愿就很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每一个人发的愿不一样 有人要做老师 有人做校长 有人做总统 我有朋友的小孩子发愿要做什么 垃圾车一个开车的 因为他觉得那样好伟大 我开着垃圾车过来 放那个音乐 大家都要跑出来丢垃圾 他写他的作文 我的志向 他就写他要做垃圾车的司机 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讲 我就在现场啊 因为他心里有 你看我儿子真的是从小就没有 没有大志向 那爸爸妈妈就要做什么 你们在后面收垃圾 垃圾车后面不是有两个人吗 你垃圾把它丢进去 有没有 现在还是有啊 他已经替他爸妈老来的工作安排好了 儿子开垃圾车 然后爸爸妈妈一左一右 帮人家丢垃圾 他觉得那样太伟大了 所以每个人志向不一样 我们觉得好笑 实际上 假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人要去做清道夫 请问你 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是很糟糕的 是不是 臭死你了 那个蚊虫之身 病菌的一个蔓延 所以你看低层的工作 你看不起他 实际上他在生活里面 他居了一个很重要的 你开服饰店 你开贸易商 你卖的东西我还未必要 但是我每天制造垃圾 要有人帮我清除啊 是不是 你卖钻石看起来很高级 但是坦白讲 我一辈子我也不买钻石啊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职业是不分贵贱的 所以不要说奇怪 大家怎么都不成佛 怎么都厉害 还要当鬼神 还要去当保国为土 有没有 愿力不一样 因地修行 都是按部就办过来的 然后要当天公 就到当太子的 太子的时候 是天王天的天主 他下面也有太子 太子可以驱使鬼神的 他具备这个能力 因为他将来也是一个准国王嘛 然后论为人王就献人王 这个人王就是 你想要到人世间众生的总统啦 对不对 哎呀我想要到非洲伊索皮亚当酋长 我想要到美国当总统 那他就给你献身 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修行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看到七十八页去 这段讲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若诸众生 爱主族信 世间推让 我与秉杰谢扎这身 什么叫爱主族信 大家都很尊重我 遇到任何事情都把我摆第一位 去听我的意见的这叫爱主族信 那我就献长者生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我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个长者生标出来 长者生不是献一个老人家的样子 你看在金刚金虚头环到最后 他谈到长老虚头环 那个长老跟这个长者就类似了 他要具备这十种德性的 其中年纪大是一定要的嘛 经验的累积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只有年纪大 他也未必会得到人家尊重啊 马尺徒征嘛 长年长岁不长智啊 忽里糊涂过一辈子的 所以长者聚足这一个 在印度那个地方他有阶级的 所以谈第一个你要贵族 你不能是守头罗低贱的 你要是什么 是差利利 是王族之后 才能够当长者 然后权位要高 这个是地位要高 还要有钱 那有钱我们就方便解吧 大概方便布施啊 还要智慧高 年期就是年纪大 威猛 威猛不是看起来有没有 好像这个戈壁比较粗 他是代表你有威仪 你有威仪 让别人一望见你的时候 就望而生畏 会起敬畏性 我们到常有一些人 他具备这样的修养 所以你对他就不敢亵渎 后学过去我们在 在这个社会上 常常谈论到性侵扰 是不是 这样性侵扰 加害者有他的不对 被侵扰的人 你真的要去考虑到 你自己的行为 有没有言行不断 过去后学去南部佛堂讲课 常常三更半夜回来 十一二点 哦没有 凌晨一两点 都在统原三重 客运总站那边下车 我在骑摩托之后回来 常常在以前三重的 天台戏院那边 看到一大堆 每一次都看到六七十个人 男男女都有 你看那个女生穿的衣服 那个叫衣服吗 那叫一块抹布在遮体啊 那个坐摩托车能看吗 你三更半夜穿着这样的衣服 你不是在告诉别人 请对我下手吗 那你怎么能够要求别人 要去尊重你呢 就像你钞票不摆在皮包里面 你在皮包外面贴了一张一张钞票 你不是在勾引人家欲望吗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在探讨社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先应该要探讨 我们自己本身 行为有没有带给人家 这样的一个感觉 后学曾经跟儿子开过玩笑 我说你进门的时候 你要按门铃 要报通关密码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说因为妈妈有没有 正在冒美如花的时候 所以要比较小心 开了门会来不及 我儿子都没有讲一句什么话 在我哦我知道了 他事后晚上去跟他爸爸 讲整个一句话 那真的是瞎猫碰死老鼠 他跟他爸爸讲 妈妈早上跟我那样讲 他说那不就是瞎猫碰死老鼠 会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吗 唉 这样就是我讲 养子不叫父子过瘾 第二天我先生 原封不动告诉我 这是他在六七岁的时候 童子之言 如果长大了 我还说是戏虐之词 小孩子有没有 没有分别对待 就是很真实的反应 他心里的想法 他妈妈都很安全的啦 大概就是生的很安全 所以威猛就是威仪 行径 你要有威仪 你的行为要端正 所以礼数要很周备 上位者 你的上位者 佛罗门 位高人会赞叹你 下面的人明星归相 具备这十种叫做长子 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因为我们十种里面 最起码具足哪一种 我们只欠其他的九样 我们慢慢来有没有 我们就会一样了 对不对 最少具足五样 点赞 o ago 上